大家好我是Nik 由於前幾支關於軟體工程師的影片 收到相當多無論是正在就學 或者是轉職這條道路上感到困惑的留言 每次我針對這些留言的回覆篇幅 基本上就是一個文章的小段落了 為了更有效率的解答大家的問題 今天這部影片就是想和你分享 關於新手想成為軟體工程師的各種問題 我會用我的觀點告訴你 希望對正在轉職或者是就學期間的你 能夠有一定的幫助 畢竟人對未知是感到恐懼及不安的 就例如我們在節目上看到的驚嚇香 從觀眾的角度來看也許只是一顆雞蛋 那為什麼在主持人上面會感到如此的害怕呢 那是因為我們掌握的資訊並不對等 你的人生選擇也會是一樣的情況 我到底該不該學程式設計 我適合這條路嗎 這支影片我會和你分享我最近常被問的問題 有推薦學習哪一個程式語言比較好嗎 英文數學不好可以學寫程式嗎 如何有效的自學 有沒有推薦的學習資源呢 以及最後工程師的薪水真的很好嗎 在影片開始之前 我和你同步一下我們之間的狀況 我是一名軟體工程師 所以在以下的內容 不管是韌體機械或者是製程等等的工程師 可能無法相提並論 如果你對這類內容有興趣的話 就請記得按下訂閱開啟小鈴鐺 順手給我個讚 這樣子你就不會錯過 接下來我會和你分享內容囉 基本上對於沒有學過程式設計的夥伴們 一定想知道學習哪一個程式語言是最有效益的 不過這就跟大媽去菜市場要找最便宜的牛小排一樣 牛肉會因為不同的時空環境而有不同的價格 那麼程式語言其實也是一樣的 每一年的技術都會不斷地推成初心 為的是用更漂亮更優雅更有效率的方式 去解決當前時空可能遇到的問題 以前的網站不需要很複雜的交互 但現在的網站對使用者體驗越來越有要求 這也就是從以前的JavaScript、JQuery到現在的Framework 例如Vue、Reactor、Angular之類的 這邊我只能和你說沒有學習哪一個程式語言 一定是最棒最猛的 絕對能夠發大財 那麼你就會想說各種程式語言白白種喔 到底要從哪一種開始學勒? 我認為要找到適合你的程式語言需要一點想像力配合倒序法 才能找到你真正的需求 首先你必須思考 如果你成為軟體工程師 那麼在接下來未來兩年內 你會想要看到怎麼樣的自己 那個畫面會是什麼? 有沒有現在可以參考的人物或者是你憧憬的對象? 在未來的時空裡 你可以思考一下你正在做著什麼樣的產品 是網站嗎?還是APP? 那如果是APP又是哪一個平台的APP 目前最多人下載呢? 假設我是一個新手 我也許會思考著 未來兩年內我可能會想要在某一間電商裡面 擔任APP的軟體工程師 為這間公司貢獻我的一己之力 這時候你就可以上一些職缺的網站 去搜尋電商工程師 如果你有特別嚮往的企業 也許你也可以用他的企業名稱去搜尋 搭配工程師的關鍵字 一般來說在職缺敘述上面 該公司都會敘述著他需要找的會什麼樣程式語言的人才 所以你也就可以推銷出 該公司運用的程式語言可能會是哪幾種 如此一來你就可以透過搜尋職缺查看職缺的內容需求 決定你應該學習什麼樣程式語言 例如蝦皮的後端工程師在職缺的內容上面寫 他可能會希望找會Golan Tyson C++以及Java的人才 那麼你就知道要成為蝦皮的後端工程師 這些語言的特性你必須得了解 也就是說你得先設想目的地在哪裡 透過搜尋這些職缺內容將你的範圍縮小 一旦範圍過大你就容易失焦 不知道到底該學什麼好 一般來說我們在學習程式語言的時候 只要是社團健康有生態系有插件 在網路上可以找到問題的 基本上你就不用太怕成為孤兒 所以不論是學習哪一個程式語言 永遠不用怕學錯 基本上程式語言只是實現邏輯的工具 當你熟悉一項語言並且精通之後 其實概念對於其他程式語言都能相通的 只是每一個工具它都有不同的應用場景 就像你今天要去叢林探險 你不會想要帶一個美工刀就準備去砍樹 至於什麼場景應該用什麼工具 這個會在你未來的職業道路慢慢熟悉明白的 很多人會問我如果數學邏輯不好 英文能力不好 能夠學寫程式嗎 這個答案其實我覺得是肯定的 說實在的 寫程式誰來寫都可以 只要有一台電腦 有個編輯器 了解一些基礎的語法 想讓他嘗試實現一些邏輯 基本上都是可以被轉寫出來的 製作項其實只要給你紙跟筆 你就可以寫出你的句子 寫出你的文章 只是差別在於你能不能寫得好 能不能寫得更漂亮 有文章架構 那就是另一回事了 在軟體工程師這項職業 在商業邏輯不僅僅是只有寫 你會因應業務邏輯的變動 而去驅動技術的要求 要怎麼樣做出更好的軟體架構 寫出更讓人容易閱讀的程式嗎 這就是你得花時間去學習 閱讀 還有成長的部分 這樣說好了 在程式開發初期 英文能力可能不會讓你感受到有明顯的差異 但當你要開始解決更複雜的問題 以及想要挑戰國外更厲害的職缺的時候 英文能力會讓你感受到你和別人之間的差距 因為在軟體開發業 你要獲取最新的訊息 看最新的演講 以及參加最新的會議 基本上英文能力是必須的 如果你只想要等到被翻成中文 那都是別人消化整理過了 已經通常都經過一段時間了 如果你總是落後這些日新月異的科技 以及想法的時候 那麼你的成長很快就會遇到瓶頸了 數學的部分也有點類似 如果你的演算法資料結構 這些數學邏輯可能不太好的話 在遇到更複雜的問題 你們和那些已經準備好的人拉開差距的 而這個差距會隨時間來放大 因為你在進步的同時 其實別人也在進步 也就是說 如果你的原地不動 在別人還在持續進步的狀況下 你們之間的差距 會隨著時間被放大 所以說在後期 無論是英文 或者是這些演算法的能力 也就是說 當你的技術能力 到達一定的高度的時候 這些額外的附加能力 會帶你去更遙遠的地方 這也就是為什麼 同時期和你出社的朋友 可能在前兩年 我們狀況是看起來差不多的 在後面兩年會開始出現明顯的差距 雖然現在是一個網路世代 靠著Google翻譯 無論是你的英文或數學 在初期的軟體開發能力上 並不會有太明顯的差別 但從長遠來看 在軟體工程師中後期的職業生涯中 這是不可或缺的能力 自學一定要設目標 如果沒有目標要亂學 那其實是在浪費時間 假設你現在要做一個 To Do List的網站 那麼必須你得衡量 我大概會花多少時間 先給自己一個初估的預設值 如果超過自己設定的時間 都還沒有完成 你必須得學會停損 你得去想 應該找人來問 或者是去買課來上 而不能掉進同一個問題的漩渦裡面 因為當你待在漩渦裡面太久 那只會讓你更快想要放棄而已 在我們學習的過程中 如果往往一直學不好的話 也許是你還沒有找到屬於適合自己的方式 你必須得在這個學習過程中 找到不斷一直製造成就感的方式 讓大腦一直持續激勵你往前 否則很快會被挫折感淹沒 當挫折感開始淹沒你 大腦會逐漸開始當機 也就會放棄你的學習 我自己想要學某一件事情 在設定目標的時候 如果在實現內完成的話 我會慶祝自己 帶自己去吃一頓好料的 相反的 如果我這件事情 我無法在實現內完成 我會懲罰自己 那一個月就不能喝紅茶 所以大概是這樣的節奏 讓我一直不斷Push我自己成長以及前進 關於自學要做出來產品的目標 這裡我和你分享一下 我當初在學Ruby Unreals建造網站的時候 我是參考一位YouTuber 這位YouTuber為了挑戰自己學習的能力 他在12週做了12個題目 所以無論在影片前面的你 是正在學習什麼樣的程式語言 也許這12個題目會對你有幫助 詳細的資訊我會放在以下的資訊欄 讓你知道 也許你可以透過這些題目給你一點靈感 製造出更多的作品 在學習程式語言這條路上 不斷地精進自己 網路上關於一些程式語言的課程 基本上我建議都可以試試看 原因是因為 投資自己的錢其實永遠不嫌多 如果你在網路上買了課程 學會了 基本上真的是賺到了 因為那是你永遠不會忘記的事情 但如果沒學會呢 一堂課現在其實也都不會太貴 說實在我認為沒有什麼虧損 因為其實在現在這個社會上 時間跟注意力才是最寶貴的資源 這裡我認為你可以參考一些網路上 比較知名的一些課程網站 例如 六角學院或者是Udemy之類的 上面的程式語言課程 我認為算是蠻有品質的 如果你有更好的推薦 歡迎在底下留言 讓更多的網友一起受益 基本上大家一直圍繞著 工程師的薪水 到底是不是很好的這件事情 已經好幾年了 這都是新聞未養 以及波度吹捧的結果 可能新聞會告訴你 某一間公司 在年中連了多少個月 在足課的工程師 又有多少的薪水 但工程師其實有分很多的職務內容 每個職務內容都不盡相同 所以很難相提並論 薪水的部分 基本上也是看公司的薪資結構去決定 有的人是月薪少 但年中多 有的人是本身的本薪就比較高 但其實分紅獎金很少 所以說 工程師的薪水就一定高嗎 我倒不這麼認為 也曾經聽過軟體工程師 做了好幾年 薪水依舊在四五萬之間有盪 但身為軟體工程師 我認為他確實有一些獨到之處 例如這個職位 其實就相當適合work from home 也就是遠端工作 也因為這樣子可以跨國工作的特性 也許你在台灣就能領到Google Pay 畢竟工程師學習的技能 幾乎是全球通用的 所以寫程式這件事情 不會局限於你的地點 因為我們都是把程式碼上傳到雲端上 對吧 因為千禧世代的變動 工程師的薪水 取決於實力大於年資這件事情 已經不再是都市傳說 擔任這個職業的你 如果能夠放眼全球 那麼肯定能突破現在的天花板 一般來說 在台灣擔任軟體工程師 年薪能夠達到兩百萬左右 基本上在這個職業生涯已經是接近封頂的狀態 雖然還有更上去的 但依據台灣的市場需求來說 非外商還真的蠻難辦到的 我認為能讓你薪水三級跳的 通常取決於你解決問題的能力 以及做事做人的能力 而軟體工程師只是其中一項 能夠突破天花板的方式而已 你可能想成為軟體工程師 沒有方向 不知道如何選擇 才是對自己最好的 其實更多的重點在於 你想要成為怎麼樣子的自己 我們應該先設想你的目的地在哪裡 透過順序的反推 來找到應該適用的工具 來幫助你達到目的地 因為無論哪一個程式語言 它都只是工具和方法而已 如果你一開始就聚焦於選擇工具和方法之間 那麼很可能你就會因此失交 這裡就是很多人在出席感到不安的原因 最後希望透過今天的影片 能幫助你探索自己 找到你想要的答案 透過不斷的思考 與自己對話 去成為那個你想要的自己 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 還請記得按讚訂閱留言開啟小鈴鐺 你的鼓勵是我創作最大的原動力 我是Nick 軟體工程師 我們下次見